我們來看看伊朗新總統就任了 特別請來的貴賓 他的貴賓是哈馬斯的領導人哈尼亞 沒有想到哈尼亞居然在這裡被暗殺了 而且暗殺之後很多的細節逐一揭露 我們才發現到原來哈尼亞 他連睡覺的床都有特殊的機制 人倒下去的時候 準備暗殺他的人就會知道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那麼今天晚上 台灣說是鬼月開始 有沒有鬼 我不知道 但是從現在開始 中東沒事不要去 為什麼呢 美國跟法國已經警告他所有的國民 那麼在從現在開始 沒事不要進入伊朗附近 為什麼呢 因為為了哈尼亞在伊朗 去參加伊朗總統的就職典禮 那麼直接被炸死這件事情 這一次我相信 這一次絕對規模比上次還要大 而且一定是好幾度併發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那當然依照以色列的個性 你敢供我 我就回去報復 所以以色列跟伊朗 這兩塊這兩個國家對不對 不會輕易化解 一定會很嚴重 那想當然而油價 國際油價一定會漲 金價一定會漲 一定會這個樣子的 那很多股票 這個要非常的小心 那麼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哈尼亞的行程一向是非常隱密的 早在兩三個月之前 那麼哈尼亞對不對 他所常常他到伊朗去 所以顯然你看 顯然情報戰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住的地方 他習慣性來德黑蘭都住這個地方 已經被鎖定了 那鎖定了以後呢 他的保鏢一開始是說 他的保鏢出賣他對不對 結果搞了半天 他保鏢的手機已經被 這個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是不是以色列的相關的情報單位呢 給害進去 那警戒而來 還有伊朗人來信通話鬼 為什麼 因為其實早在兩三個月前 已經把炸彈悄悄送進去這個民宿裡面 然後裝在什麼地方呢 各位 哈尼亞死都不知道自己會為什麼 因為他的床下面就是炸彈 然後他的引爆器就是他的枕頭 那為了要確定投訴的人是哈尼亞 這個民宿其實是伊朗革命衛隊 那麼表面上是民宿 事實上是伊朗革命衛隊保護的 所以他們還取得哈尼亞的頭髮 進行了相關的鑑定 鑑定證實是他 然後呢 再把這個炸彈的引爆器裝上去 炸彈早就在床覆對不對 所以這個引爆器會辨識頭髮是誰 也不能這樣講 有這麼厲害嗎 不是這個引爆器辨識頭髮是誰 而是確認了這個頭髮是哈尼亞 哈尼亞確認了以後就正式 我相信他之前引爆器 還沒有裝到這個枕頭裡面 後來裝進去了 裝進去以後 可以設定大概多久以後引爆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漫畫 為什麼 臺灣發生過一模一樣的 臺灣有個不孝子 為了要謀奪相關的這個家產 曾經把炸彈裝在媽媽的枕頭 然後再引爆這個枕頭 砰 炸死 你知道嗎 只不過你們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這樣而已 所以事實上他這樣弄了以後 就恍然到原來搞了半天 你自己你仔細看那個民宿的爆炸 不太像是外面的飛彈打進去 你知道嗎 然後霸開的不像 到比較像是裡面引爆炸出來的 那個兩個炸的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終於知道 人家的情報戰早就幾個月 都已經把你摸到 那以色列到現在不承認 美國說我不知道 那以色列不承認 不過他們在慶祝啊 他們一直在慶祝 他們情報單位非常高興要慶祝 所以人家認為就你幹的嘛 你只是不承認而已 但是就你們幹的 把你們慶祝高興成這個樣子幹嘛 那除此之外 這對中共也是一大打擊 為什麼 中共這些年以來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要取代美國跟俄羅斯 成為中東的代理人 很簡單 我中東我說了算 然後我可以 我老大 所以我可以約 他甚至於還跟哈尼亞 多次簽訂相關的北京宣言 結果無幾包對不對 你簽訂了 同樣被暗殺 這個是最近才簽的 對 同樣被承掉 承掉之後怎麼辦 沒有人傳導 就表示你沒有 你根本就你簽也沒有用 為什麼 跟你簽的人我把它做掉了 做掉以後跟你簽的人有什麼用呢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 就已經支持巴勒斯坦 那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提供 包括財政武器等等 那麼其實在這一次的 這個相關以色列跟哈馬斯之戰裡面 他們也沒有站在挺這個以色列 雖然他們跟以色列 中國跟以色列是有邦交國的 但他們挺的是巴勒斯坦跟哈馬斯 那哈林亞呢 身價有人說他身價三十二億美元 那麼非常有錢 當然大部分時間住在卡達 他有十三個孩子 那麼可是呢 其實在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他有三個兒子跟四個孫子呢 就在這個比如說相關的家廈的附近呢 被炸死 就沒想到 他一直 他在卡達都沒事 結果到了德黑蘭 反而提供了這個謀殺的單位呢 一個機會 竟然會在他自己跟伊朗 認為最安全的德黑蘭 直接被謀殺死亡 好 這起事件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也是個不小的打擊 中國想把手伸進中東 北京先人員簽了沒有多久 沒有想到呢 當事人就這樣子 這個被暗殺身亡了 另一方面 中國也幾度想把手伸到委內瑞拉 甚至委內瑞拉總統大選涉嫌作弊的過程裡面 很多民眾走上街頭來進行抗議 這中間委內瑞拉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也甚至被死板民夫解讀成什麼 解讀說呢 你這個國家如果走親中路線下場就是這樣 GDP本來是台灣的三倍 現在呢 錢變壁子了 怎麼回事 這個現在在委內瑞拉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有大批的民眾上街 去抗議他總統大選的結果 因為他們之前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現任的這個總統叫做馬杜羅 他是宣稱說自己勝選 你在畫面上面手錶 這不是去參加奧運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其實就是上街去抗議 他這個馬杜羅 那因為原先 這人是密密麻麻 對啊 而且你看比跨年還誇張 大家拿著那個旗子 我先講他不是在歡慶 他們是在抗議 那因為原先起源局的結果的時候 是他認為是說反對黨應該會贏 結果馬杜羅出來說說沒有沒有沒有 結果是我贏了 後來被指控說你是根本就是篡改 整個的選舉結果 所以一大堆這個民眾上街你知道 但因為上街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講說政府應該有維安部隊或幹嘛 結果也被懷疑講說 你是不是依靠這個所謂外國勢力進來 因為像他們其實有媒體去拍到 所以像畫面這個有沒有 鎮暴警察之前 他們要出勤之前 不是都會有這個什麼勤前教育 結果說有這個長官在做勤前教育的時候 被拍到裡面其實有 不是穿著警察制服的人 看起來像個軍人 然後又被指控說那些沒有穿警察制服的人 他上面的這個背章有沒有 居然有個孤魯頭 就有人講說這幹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就講說瓦格納的那個 那個什麼孤魯頭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對於當局來講 因為他的民眾大規模在抗議 那這個抗議其實這個要從這個不是只有最近才出現之後 他對他的政府不滿 這個要從馬杜羅前一個總統 叫做查維茲開始講 因為剛剛主持人講說 中國試圖要把手伸去 我跟你講他早就伸進去了 原先美國跟這個所謂的委內瑞拉 在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兩國的關係 其實很好 結果一九九九年查維茲當時 剛當選到總統的時候 他決定走一條路線叫做什麼 你知道叫做親中反美 這個名字常常聽到 他走親中反美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跟他講說沒關係 你跟美國其實關係不用這麼好 你跟我們八滴八滴 美國可以給你的 我也都可以給你 那那時候可能查維茲就覺得說 好啊 你今天有人要給我 就跟你背人死貨幹嘛的 結果你知道嗎 原先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其實委內瑞拉很好 當時的人均GDP是八千三百塊美金 如果跟同期的臺灣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相比的時候臺灣當時只有兩千四 因為出醬油 你出醬油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本來是很富有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查維茲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不是要親中反美嗎 我就開始跟美國關係都斷掉 然後一直到二零 這個二零一二年開始 因為他一九九年到 他是一九九九年到二零一三年的任期 在他任期最後兩年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叫做委內瑞拉維基 這個維基就從社會經濟跟政治 一直有的同胞你知道 大家都開始不爽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的二零一二年 開始出現這個物價維基的時候 後來查維茲下臺之後他就指定接班人嘛 就是這個馬杜羅就說不讓他做總統 你知道到二零一一二年的時候發生這個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整個危機大爆炸 為什麼他的物價上漲 你知道多少百分之八百 百分之八百喔 還有一個經濟跟人的體重會成正比 為什麼經濟不得吃 體重就流下來 你知道二零一六年的統計 百分之七十五的委內瑞拉民眾 他的體重下降八點七公斤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平均每一個人平均體重再跌五公斤 要減肥的你就可以去 你就知道一直往下跌你知道嗎 好結果後來不是馬杜羅街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總統對不對 他們其實按照你剛剛講說十百名副有歸納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他基本上他就是說極度的親中 親中你跟美國關係斷掉 我覺得還有一個最壞的是什麼 你知道他們政府欠錢是沒關係 我現在賠償有問題 欠錢 我跟你說 欠錢有什麼問題 那個銀行我們自己拿 錢自己拿 他就因為大量的印你知道 太多的那個現象 所以你剛剛在畫面上有看到一個 他的民眾為什麼在那裡抓錢 如果想到馬路上去撿錢的 也可以到委內瑞拉去 錢就過去 錢不值錢 錢不值錢 所以當他出現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 好 那問題來了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說馬杜羅 現在不是去抗議對不對 我告訴你 馬杜羅現在人去哪裡不知道 有人說他走走去 你知道嗎 問題是因為中國大陸當時總計 這幾年裡面給了這個委內瑞拉 有一千一百三十億的美金 信貸跟援助 這樣真的這個政權從這個地方 因為馬杜羅的講法都是 又是萬惡的美帝在那裡惡搞我 他又點名那個馬斯克你知道 都也是你們這些人敢不倒進步 但問題是如果他的政權都垮台 中國大陸之前援助給他的 你怎麼打水票 全都拿不回來了 全中國都在鬧水戰鬧水患 習近平人點點不知道 要撥在哪裡 因為他怕被人家暗殺 所以習近平不到那個有災難的地方去巡視 那你要知道金正恩 金小胖 他還親自做橡皮艇去巡視災區 你知道嗎 做橡皮艇巡視災區過程當中 他真的 你看對面做兩個 他做一個對不對 平衡 你知道 為什麼 他還被樹枝弄到 你知道這棵樹完了 這棵樹把共和國的大統領對不對 竟然弄到他的頭 我覺得我們下場一定會被砍掉 但是他至少肯去巡視災區 而且他把這些那麼災區有沒有 洪水違反的地方的沒有搶救 沒有做好 水患沒有做好 體育房沒有做好的這些大官 全部免職 那麼你就知道說習近平躲起來 但金正恩至少懂得做這個相關的 以平息民怨的一個動作嘛 不過最近他有一段時間 那麼有減重 所以那個體重有向下來 最近又發現他那個體重 不斷的要上升 保守估計應該超過140公斤以上了 而且他應該有三高的問題 所以高血壓還有高血糖 高血脂都應該有 所以現在那麼堂堂帶著自己的女兒 金正恩出來亮相 所以連女兒都成了國家朝鮮的 那個郵票上面的代表人物 所以會不會金正恩打算未來呢 他自己本身的女兒呢 成為他的接班人 這也是大家現在在揣測的對象